老板,我已经考上大学了 您支付我的20万,我已经收到了 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谢谢你,老板 你说多少?20万 是啊,20万,没错啊 好,我知道了 这样,你去叫王主管跟张经理来趟我办公室 好的,老板 对了,李美署 我们公司的实情是无言 最近总是心目在焉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老板 听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 但是家里有特别的困难 父母都是靠低保维持 所以 这样啊 来,我这里有十万块钱 就当是公司资助他上大学 一旦王主管入币亲手交给他 好的,老板 王主管 王主管 哎,李美署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无言是你部门的吧 嗯,是的 老板听说他考上了大学 家里比较困难 这十万块钱是公司资助他上大学的 请你务必要加入他的手上 好 那王主管辛苦了 那王主管辛苦了 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没事,不用担心 这是老板让我交给你的 快去交学费吧 谢谢老板 谢谢王主管 老板 吴言 其实资助理上大学的主意 不光是我一个人录出的 还有王主管 张经理 李美署 以及公司其他同事 我这里有十万块钱 就当是公司资助他上大学 老板听说他考上了大学 家里有比较困难 这十万变二十万 真的让我意外又惊喜啊 是啊老板 这好人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当啊 就是 嗯 我没看错人 我们公司能有你们这么多 有爱心善良的人 这真是我们公司的福气啊 谢谢老板 谢谢大家 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我也会好好读书 将来回馈公司 回馈社会 这钱你不用着急还 你好好上学 将来回馈社会 回馈祖国就好了 是啊 吴言 这都是我们大家的心意 我们都是同事 相互帮助 本就应该的 更何况 我们还是你的前辈 更加应该以神作则啊 是啊 我们公司 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 就简简单单 做一点洗活用品 但是像你这样 有困难的员工 我们一定会伸出援手 这次大家做得不错 给公司梳理了良好的空气 我现在临时决定 这个月的奖金 翻倍